前核心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凌杰 他婚后到大陆开会 结果和饭店服务生发生外遇 事后他不满女子还拿着他的钱 养大陆的男友 他利用植物之变拿了管制麻醉药 在争吵后行凶 而高等法院审理认为他是高等知识分子 但是又利用职权拿到这样的管制药物来行凶 依此依这个杀人罪 判他11年有期徒刑 耻夺公权8年 戴着眼镜看起来相当权威的医生黄凌杰 在大陆和饭店服务生发生婚外情 没想到怀疑外遇对象劈腿 拿自己钱去养大陆的男友 一气之下他拿着管制药品对女子施打 那个药英文叫做敏达 他总共拿了15支 在这个事情 我们马上就决定 暂时把它停止 布置施打管制的麻醉剂 还拿毛巾塞住女子的嘴巴 最后导致窒息死亡 高等法院审理认为 黄信医生是高级知识分子 先是婚外情出轨 又不满感情金钱受骗 利用医生的管道取得管制药品 汗外于对象口角之后行凶 考量医生已经赔给败爱者家属 500万元新台币 以及20万元人民币 因此依照杀人罪 判刑11年 持夺公权8年 黄凌杰不服上诉最高法院 最后遭到驳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